我一直都在赌,赌你不会让我输,赌你心甘有情愿,赌你爱我会入骨,我一直都在赌,赌你不会让我哭,赌你今生今世是我的归宿 这个身穿着破棉袄,手提皮酒瓶的大叔,凭借着自己特别的烟嗓,成功圈粉无数 他每一首歌当中似乎都道出了,人间的心酸以及世事的无常,他可以面朝花图背朝天的唱歌,也可以给很多人心灵的慰藉 这个来自辽宁府顺的55岁大叔,凭借着自己的翻唱成功走红网络 不少人觉得他和大一哥相比其实并不逊色,只是少了一个能够供他发挥的舞台 对于大叔来说,其实自己更喜欢现在的状态,无论是在田间的头工作,还是在家里喝点 就只要开心,想唱就唱,用他的歌声去征服众人,用他的歌声唱出属于他的故事 有的网友总觉得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得到慰藉 因为他歌声当中,似乎饱含着一种非常深情的魔力,让人听了之后深陷进去,难以自拔 对于大叔来说,或许就是这样特殊的嗓音,才能够真正意义上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 不知大叔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才让自己的歌声当中充满了心事 也不知他花费了多长的时间,才成功地让自己的歌声征服了网友 他从不需要太多的镜头和舞台,他只需要穿着自己的破棉袄 随心所欲的就可以唱出人们心中的平凡生活 或许正是像大叔这样毫无顾忌地唱歌,才能够让人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人间烟火吧 歌声当中所饱含的沧桑感以及无力感,又是多少人对于生活的解读呢 我们常常穿梭于热闹的人,可是很少会停下来观察这人间 究竟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改变 不少人都在好奇大叔,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歌唱比赛 而是默默地在自己的家里唱歌,再和周围的邻居们一起分享他的音乐 其实对于大叔来说,他们参加比赛都没有太爱过实质的意义 更多的是因为他喜欢唱歌,才会将自己的快乐分享到短视频平台之上 同时他的歌声当中,也是唱出了他对生活的理解 一个人一生当中,肯定会遇到无数的挫折与苦难 歌声不能够代表一切,但是歌声可以传递能量 在大叔的歌声当中,虽然会让人感同身受 会让人想起某个逆境时刻的不如意与悲伤 但更多的是听完歌之后的豁然开朗 如果总是局限于歌声,和歌词当中的无可奈何 那又怎能会有海阔天空的心境呢 因此大叔的歌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不如意 但是又是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歌声当中带来的正能量呢 其实一个人的音乐,更多的是去抒发他在生活中的态度 也能让人更好地察觉出他内心的脆弱与柔软 在大叔的歌声当中,你感觉到了什么呢 他的歌声你觉得是否可以与大一哥媲美呢